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天了 再不睡来不及了 我做梦的准 你还不知道吗 那你说你就为了做梦 梦的大奖 你整天是睡呀 啥活不干 你多愁人呢你 愁啥呀 我做梦又不是没作品 我做梦准呢 上次咱家郎姆猪丢 丢一年了 最后我一梦到二道沟就找到了 不但郎姆猪找回来了 还拐回俩公主 你熊了你 来 你先做梦 今次我跟你说 回笼叫保证梦大奖 可不能梦大奖咋的 我跟你说 这老梦啊 前天睡睡觉起了就梦了 抱着我就不放松了 绷着我那俩好顿亲 这肉皮都给我做青了 我问他咋的 他说梦的瘦组婴了 你咋那样 咋样的 那我你说的吗 啥话都说你 谁生活还没点眼思呢 影响图不好 你再别人说话哟 哎呀 快睡吧 来拍 他们干啥呢 你这光上面要不当时 这还你拍可不省事儿的 还被我那梦梦睡大觉 干啥玩 有孙子呢你呀 那咋唱 你唱两句好听的 小媳妇 没在在 找了一个情郎就成了 这还有个碎吗 你老拿了小媳妇给这聊着我 我还碎啥呢 那唱啥呀 到底 你整两句一听就迷糊的 知道了 躺着吧 还得搁人拍着 生产队开会 组织学习啊 哥们 这家一说开会比吃岸面要快一点 过去了 我家这老头没招啊 前两天做梦啊 说抓大奖 梦个四等奖 得会一套沙发 一套音响 打那以后啥活不干了 干不冷就是睡觉 你说多愁人 你说 你猫呀 猫了吗 啊 咋的了 前面啊 啊 前面啊 啥 咋的了 前面啊 咋的了 前面啊 不是 你咋的了 你看你啊 前面啊 哎 哎 老伴 咋的了 梦着了 啥呀 刚才你开会一学习 我无家就过去了 过哪去了 走进会场 到那一看不是是抓捡现价去了 就买十块钱的 中没中 一百八十万 啥来 一百八 那你还给这赚啥赶紧抽奖息啊 不用 钱早晚是咱的 庆祝庆祝 要不拿不动 整两套 哎呀 妈呀 一百八十万呀 我的话呀 妈呀 哪想到啊这叫 这两粗再去 突然就成富了 哎呦 你哪是吗 一百八十万 可不是吗 你什么小数 这回咱有钱了 看图的人谁敢小瞧咱嘛 看小瞧的不瞧咱们 一百八十万呢 那咋喝 全乡又没有认负啊 嗯 乡中辉光积昏就一千多万 哎呀 哎呀 这一百八十万 那可不 哎呀这家妥了这家咱 这妥的时候看谁敢欺负咱们小鸭 欺负咱们 钱了咱们这回的钱了 一百八 你跟刘会计把他姑娘送到外语学院去 这回咱把孩儿送出国 是学外语去 这家嘚瑟的他 上次他们还回来了 我好心好意跟他说个话 我说回来丫头啊 他讲个狗的猫呀 狗的猫 他狗的猫的 这回我见着他 我这说咱抖动狗的你看 对 对在抱抱处的嘚瑟就拿狗掐的 看不过他个别了 来来来来一百八十万 哎呀老头子 这回家咱有钱了 咱也换个活法 咱把咱这个土炕扒出去 弄个山床就一躺一山 不够用 要整就一步到位 整仨人的 俩人就够用了还整仨人 哎呀你竟说我都一百八十万大款 以后出来进去我能一个人吗 你不能不考虑 不得有个秘书吗 你能考虑住学的 不认识吗 哎呀那你你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啊 那男秘书 男的 你男秘书你也不能住这床 那我上哪住去 那女秘书你能住吗 那女秘书来跟你搁带床 那我咋整的 你就出去住去哪还搞不开你 那谁出去出去啊 你还咋的 那妈呀他这家客家有 你有钱让我出去出去 我告诉你 你就把头家这个过去 那谁出去住 那个婆娘你给我收手啊 收啥 我是一 抄着 抄着 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 抄着什么玩意儿这是 他让我单睡去 啊 单睡就单睡呗 这么大岁数毛一起挤啥呀 你跟他慢慢说 他有点承受不了 啥事 我还承受不了 说一点一点 得奖了吗 我家抓大奖得奖 得一百八十万 你得一百八十万 妈呀 我让你慢慢说 你啥呀 他能承受这么大数字 妈呀他过去了 孙长 妈呀 你这都容易长成植物人的 你说 他过来了 没事吧 多多多多多iran 想一百八十 哇 五万 一百八十万 哎哟我的哥哥嫂子 你们说你们的重了 还打起来了这鸭呀 你坐着村长 我跟你确实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有钱了吗 有钱 我说我们俩就土了 大半辈子了 文咱也换个活 dropdown 啊是 咱把这土麻发的 把整个双人床 把咖啡整个双人床 整双人床 整个秘书上我床 所以让我单身一起 你说不再说男人有钱就学坏 那你坏的也太坏了你 坏啥呀 坏还坏 现在啥不坏呀 火车都提速了 哥呀 这事就是理不对了 我咋不对 你看啊 这来钱了 这是好事 是好事吗 你你何解怎么花这个钱 这是何解花呀 就是你听你村长说的 你何解何解咋花 就你二哥这死皮线 一拯就急 一拯就急 死出老屁 以后你注意点形象 你好好说呗你 你不是一般人 你有钱人了 你还说 村长 你正好你来了 正好一钱一多 真不到咋花呀 你就帮我策号 这个我认为呢 我有安排 我认为这180万 不是个小数 不能光咱家花 首先把村委会改造的 哎呀 哥 你接着说 把村委会先炸平 炸了啊 炸了没用了 废品 盖起二层小楼 周围修出 一丈两尺高围墙 上边拉上铁丝电网 修四个炮楼 整几个民兵 端着炸墙 给那战长 完事修点大铁门 整个大锁头 后边锁俩狼狗 谁也没想进来 这有点像监狱 像监狱 啥话你 山东有个孔府 咱这就是孟府 对了老孟 在咱的村委会面前修一场宽敲的大道 直途后投了孔儿就讲 孔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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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有点文化 我跟你说 你家你哥有才 这边的农村就是窝住了 就不得失的 是是是是 那哥啊 这回你俩那属于是特殊人物了 咱们村委会决进 对你们的人身安全要负起责任 我想过的啊 以后你连单村长再给我当保镖 那武打啥的我不会 让你武打啥你给牵狗就完嘞 有事狗就上了还用你 对对对 看这个我毕竟是一村支掌 你说你在前面一走 我在后面牵狗不好看 嘿嘿嘿嘿 兄弟你咋这么傻 你让你牵就牵的 两条狗给你开双倍公司 啥子俩狗你 我跟你说个事呢 你说这回你娘哥了 孟娘哥你看他这家有钱了 那你说我呢 我这里里外外的一走来回的 我不是别人了 我是富婆 对对对 所以我这里里外外 一定给我包装 我跟他说 我跟你说他这 哥啊 嗯 那啥 那个我早上有个想法 啥想吗 他的现在不是一般人的 他啥人啊 他富婆呗 他富婆啥子 过去是婆婆 我现在变成瀑粉了 嘿嘿嘿嘿嘿嘿 你啊 对他的五官能不能进行一下综合治理 咱就说实话啊 就你嫂子一堆一块都在这放着呢 嗯 就这种情况 你说还有再投资的必要吗 嗯 他他说你没啥必要呢 哎呀兄弟 我没有别的要求 我就喜欢那金褶子 给我弄两盒金褶子 你说你多妥 我现在有钱人 谁带桌子多危险 咋没人带呢 后该老婆嫂带四个桌子呢 那还让人撸起俩吗 手都破皮了 别带那玩意儿 你要想带金的媳妇 咱们既要美观大方 要洋气 带上人一看 牙 而且呢 还偷偷不去 那啥玩意儿呢 我给你箱两颗大金牙吧 行 不是 我要箱我就箱满口的 我不箱俩 没用 箱两口浪费嘛 你就顶天能愣着 露四个 给你箱四个沾的 剩下都同的 像你的四个就四个 啥都你说了算 因为我认识 因为人家真美的 钱都放不下了 累不累 哥 你这有啥事 一伤了 气氛多温馨呢 是吧 哥 能不能借你家酒 我向你表示一下 衷心祝贺 没说的了 我跟你说 村长对咱家挺好啊 这些年特别是对你生活作风问题 村长超多 啥玩意儿 水水平 对咱家生活水平问题 我咋还生活重的问题呢 生活 生活水平问题 你这说话注意 那啥 钱在酒里了啊 喝吧 我干了 喝饭了啊 来 再给我买个 我跟你说 以后啊 家里缺啥少啥了 缺钱了 你就干脆机身 做个一家人 真的 你找个这人也不是 到我家也不是做不了主 这是啥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说 那啥这个 这个我们家我儿子 你侄儿 这不考大学呢吗 咋的呀 完了 差一万块钱 拿 就给拿 一万以后别跟我说 少五万就别告诉我 哎呀 哥呀 我干了啊 哎呀 以后啊 缺钱少啥的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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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咱家不是个事 什么 走着 咋的喽 拿呀 干哪儿呢 钱呢 啥呀 钱 给你放的吗 哎呀 没有 你别瞎扯了 拿来的钱 赶紧拿去 别讲没用 打你 你扯这干啥呀 我做不了主啊 哥怎么那 有有有啥岔头啊 没事 不是 孙长 哈哈 孙长不是 去去去 走呀 孙长啊 不多 不是 整个 这把我们家不是拿奖吗 嗯 你不中了一百八十万吗 嗯 还没去抓 你是我们家 你大哥做的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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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梦 这 做梦 做梦 哎呀 给我嫂子 做梦 嘿嘿嘿嘿嘿 哎呀 人家赶紧给你拿去 拿 你是不是都没听明白呀 嗯 就是说我们家中了一百八十万大奖 嗯 是你大哥做的梦 我俩还没去抓去 听明白了 中了一百八十万 是我大哥做的梦 对 没去抓去呢 谁信呐 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的啊 行了 赶紧拿下来咋的了 哎呀 去你的吧 求钱你 我 赶紧拿钱得来 我还说了不算咋的你 还接着我借 快去 我给你求钱 村长啊 抠 那啥 抠手的 你家得能一百八十万 老人抠 那啥钱太多了 我没往家拿 运生 我去银行了 要不啥你回家等着去 我上银行给你支支箱啊 你吃点口 多求出来点 再运生 我正想听这句实话 你们看着办吧啊 行了 我走大哥啊 咋你 哎呀 做梦 哎呀 拿 别用口没用 人缘 这样 你还在这喝啥呀你啊 咋的呢 这一万块钱咋整啊 咋整 借呗 那你快给人借去 你还站着站着干啥呀 这玩意也倒霉 这做梦了 还拉几号